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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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平淡无奇的一个平地上 一个乡下里面 你出现的是什么 一堆的十字架山 也许看起来让你觉得毛骨悚然 但实际上这里没有安葬了任何一个人 关于山丘的行程 有一位绝望的父亲 他的女儿突然患上了绝症 就在女儿临终之前 他的爸爸听到一个女人告诉他 制作一个木质的十字架 并把他树立在父亲的山丘上 如果照他所说 那他的女儿就能够得救 第二天的早上 绝望的父亲 急忙地做了一个木质十字架 树立在山丘之上 等他回家的时候 发现了女儿在门口迎接了他 完好无处 人们不断地竖起十字架 一堆一堆的十字架 一堆一堆的十字架 处遭处障 令人目不暇及的传说故事 一堆一堆十字架山 是我最常介绍 也最常讲的一个故事 十字架山 是为了镇压东欧的基督教 在这儿 中世记得日耳曼的十字军的围攻 十九世纪立陶宛人 反抗俄国撒谎 亚历三大二十起义和仅存之后 十字架山面临最为严酷的威胁 就是苏联 苏联当时的政府 等二十世纪的时候 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 那六次 来这个十二十二级的山 要把什么 要把他搂掉 他开这个推图机来 学家的木质的十字架 金属 石头制的都移掉 要么报废 要么用回建筑材料 但是呢 抵挡不了 人们对于宗教的信仰跟依赖 这些十字架 已经变成了人民 无形当中的一种很大的重点 这些变成了人民当中无形当中的联想 还有呢 寄扣的存在 十字架山经过的岁月 形成了各种教派的朝圣之地 甚至连教宗不来过这个地方 其实这里一点都不可怕 也没有任何人站在这个地方 与其说是十字架山 不如说它是人们立下十字架许愿的地方 拥有超过十万个十字架 其他的宗教标志在立陶宛 霍罗蒂埃三国之一的立陶宛 立陶宛基本上它以前也是属于什么 俄罗斯所管理的 来到这儿 这个地方小历史不大 立陶宛成与波兰 何必为波兰立陶宛联邦 这个是他们现在城区的总统府 这个地方曾经被沙尔附庸国最终遭兵吞 一战的时候独立开来 二战的时候又被斯大林所领导的苏联 当时并吞下来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波罗蒂海三国都是被苏联当时并吞了 1990年的3月11号 立陶宛宣布脱离苏联再次独立 一直到1991年的9月6号 苏联才承认它的逼合 那之后立陶宛正式加入了欧盟 成为欧盟区 也加入了欧盟区的国家 从此带动了立陶宛经济开始起飞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维尔纽舍的大学 它是立陶宛全国规模最大的一所大学 维尔纽舍的大学 你知道吗 你不要小看这个国家 大学成立在15世纪 1579年 为波罗蒂海三国当中最早的一所大学 立陶宛最早喊独立 又是最晚加入欧盟区的预言 它的灰雄独立 特色 风土民情 你来过吗 你有想象过吗 可以来立陶宛吗 我又纽舍大学 一所15世纪创成的 波罗蒂海听过吗 欧洲还有很多的国家 等着你来探究它 《波罗蒂海》 《波罗蒂海》 宗教建筑 教堂林立 历久藏心 这里有浓厚的宗教气氛 宗教的超胜也许跟国运凋零 多少有关吧 一大旺在历史上承受第二的歌剧 又会说连并敦 人民遭屠杀的不计其数 受难者的弱者 其实也只有宗教能够抚慰他的心灵 这里有非常有名的圣保罗 圣彼得教堂 唯有那种是大教堂 圣于汉教堂 圣安娜教堂等等 每座教堂的风格 读书一个具有历史代表的 新的有好几座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很有名的圣于汉教堂 我们一座一座教堂慢慢走 慢慢看 圣约翰教堂 在这我们可以看得到 圣约翰教堂带给我们进来这里面的感受 看那个管风情等等 在这感受上是很不一样 立陶宛其实也是多民主多国的一个 多宗教的一个地方 在这一个地方 所以在这你就可以看得到 它的宗教特色特别的连结在一起 特别的感受的是不一样的感受 圣约翰教堂 当然顾文思义也就是 最令人注目的约翰 以约翰为主的一个主要的教堂 除了意大利罗马里面的梵蒂冈以外 在维尔约翰师其实也有一个小小的国 中国 这个小小的国中国 其实就是当地最有名的 艺术家的小幽默 1997年的时候 有一群艺术家 他们呢 带着他们的宪法 跟他们的国旗 跟他们的货币 在这个贝河环绕的小区块 全部的独立 这个小小的国 也有自己的总统 首长是他们这个国家的国徽 这里面充满了很多艺术家的作品 画廊 手工小物 与其是说他搞独立 搞革命 搞什么 分裂 还不如说 他以艺术为主 而立国的国家 俄文 利达万文 英文德文 李立靠靠的文 在这你都看得到 所以你看看 这个国家 他独立之后 你看 他是不是充满了包容性 独立没多久 他还可以搞一个国中国 就让他们在这里 而这里面 中共实际中语言 略为他国家的国家语言 在这儿 我们虽然是晚上来到 但是他们也有独立 今天日也是 几号你知道吗 4月1号 女人节 你看 多趣味 幽默的方式 在维尔纽诗的 艺术独立国 维尔纽诗 旁边还有一个 琥珀博物馆 琥珀博物馆 就在这个地方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 第一次 在冬季 春季末冬季的时候 来到了 波罗地海 三小 看到一只蟑螂 看得到蟑螂吗 好 冬季末冬季 冬季末冬季 在冬季末冬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波罗的海琥珀年龄是五千万年 意思是什么?五千万年前,在今天的 在今天的波罗的海,没有什么海 有一条河,还有很多松树森林 那个时候五千万年前的气候 这边非常热,超级热 松树长得很高,很粗 因为非常非常热,因为很热 所以松枝流出来的松枝也很多 看完了琥珀博物馆 我们走出来再看看维尔纽斯 这个教堂也是红砖教堂 拿破仑曾经想要把它放在口中 带走的一个教堂 现在晚上看不出来了 一道万的首都跟最大的城市 就在维尔纽斯 所以我们现在来到这一个有 这个教堂博物馆之称 在它的古城区有各式各样的教堂 不管你是犹太教,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 你在这全部都可以看得到 这是世上少有的一个多宗教 在这里面你几乎都可以看得到的 在维尔纽斯的古城区 我们现在在这个老城里面 外围就这样逛一圈 还有圣彼得、圣保罗教堂 彼得、保罗教堂 当然就是两大弟子 彼得跟保罗在里面 现在来到的时候是晚上 但是晚上跟教堂有另外一份的氛围 而圣彼得也就是拿着开启上帝之药的彼得 而保罗呢,他以前是个船员夫 所以进去到里面 你可以看得到水井玻璃船 这里是维尔纽斯 这里是水中城堡 特拉凯 讲到水中城堡 其实在整个欧洲的环境当中 你要看到水中城堡的不多 非常的少 能够看到水中城堡的哪有几个 但这是其中一个 而且这个水中城堡 它旁边的虎大大小小非常多 以前你知道吗 这些虎会结冰 这些虎结冰的时候很危险 敌人要打它的时候 就直接踏冰而来 所以这个水中古堡 它每年在冬天的时候都要放火 把周围的冰给它融化掉 看起来 看起来 阿娟 看起来 这些东西 和阿凯共有了32座新城 于边湖时期的湖泊 很久以前在这里就有人住了 特拉凯这附近带有 非常强烈的立陶宛特色旁边 还有很多卖立陶宛特色食物的餐厅 就在湖畔旁边 32座湖历史悠久的立陶宛国 首都叫做维尔纽市 整个城镇整个立陶宛 以为傲的特拉凯城堡 是东欧地区唯一座随伤城堡 来到特拉凯小镇 你就可以感受得到 一座硬气象而诞生的城堡 它真正给人注意的是 13、14世纪的时候 我做最后一个非基督教 争权的立陶宛大公国 这个多层教的国家公爵 在他执政的时期 盖起了防御城堡 用于抵抗乔顿旗士团 逼迫他们什么 逼迫他们改变信仰 当时发展的地方就成为 叫做旧特拉凯 云有的森林 云有的湖泊 天然屏障 再加上坚实的城堡 让特拉凯 拥有一所难攻的优势 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 是他们特拉凯城堡当中的广场 也是行刑场 所以在这个广场当中 有看到很多行刑的道具 就在这座广场上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特拉凯拥有一所难攻的优势 后来大公迁突至维尔纽斯 特拉凯的城堡 便由他的儿子科斯图提示 共权 继承为立地 并将政治中心转移到 先前的新特拉凯 其实 祖国一来 多次啊 太多 都会拐来拐几地 我当时老伯的生活跟小孩是不一样 小孩的生活跟他一代不一样 爸爸在这里开创这个 最重古墓 但是小孩没改 也说好走 传说当中 立陶宛大公 他的妻子 因为旧特拉凯 没有丰沛的湖水环绕 而不喜欢住在那儿 为了取悦 心爱的妻子 于是在19世纪的中叶时候 就在湖的两岸 修筑了半岛的城堡 并在这里打造了湖水环绕 从现在看到的特拉凯城堡 特拉凯城堡 笼罩在美丽的传说 诗篇湖水之中 在这中世纪的历史 很多人喜欢 很多人迷恋了这里的雄伟 跟这里的印象不远千里又来 在13世纪的时候 木造的城堡 位于条顿启示团的攻击 及一连串的皇室斗争 一直到后来 才又重新 再次新建起的专造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特拉凯城堡 在当时14世纪的时候 格伦瓦德战役 打败了条顿骑士团 特拉凯城堡之后 就失去的军事功能 变成了皇室居所 就是把他当军事功能 太可惜了 把他拿来皇家 作为休家的地方 而重新整凶过的 十兆的公爵官邸 一直都在这 14世纪立上万大公国 并入了波兰王国 特拉凯的宗教性 逐渐地就被附近的 维尔纽斯所取代的 在欧洲有非常多 这种硬币纪念机 就是你投下去之后 它会有一个硬币下来 硬币上面打造 有这个特拉凯的标志 刚开始拿到的时候 金跟什么什么 看到那个硬币 非常的棒 就像小时候 我拿到这个杜金的金元宝 我都一直觉得 为什么我的金元宝 不值钱 真的黄金就值钱 我小时候怎么样 百事都不得其解 但是现在 我什么都懂 立陶湾最小的国家公园 也在这附近的 特拉凯公园 迷人的五上城堡 这里其实还有一个 非常震撼人心的十字架山 这也是变成后来 我们每一年 几乎都会安排的地方 而水中城堡 也变成了立陶宛 另外一个 非常非常值得来的地方 其实如果你细心的 去把这里的故事 讲解一遍 如果你细心的 去看看这水中城堡的故事 如果你细心的 看了每一幅图画 每一个景点 每一个立场的故事 你就会发现 它真棒 而且再加上 那附近的湖袜 非常的多 整个游览起来 总觉得 悲感 那一种 怀骨气氛 当时是个首都 后来被改建了 古屋中的城堡 它带有的 跟瑞士的古光山社 不太一样 但是却也拥有了 古光山社 几百年来 这里还有一个 另外一种 这个叫做卡莱 在黑海 克里米亚半岛上面的 土耳其一的民族 所以我刚刚前面有讲 特拉凯附近 有很多的餐厅 这些餐厅带有什么 带有很多的 异国风味 就是土耳其风味 在14世纪的时候 立陶宛大公 他曾经征服了 黑海的克里米亚半岛上的 土耳其民族 就把人带回来这边 数百名的族人 便安顿在特拉凯地区 从事城堡的防御工作 以及农耕等 劳力的仆役工作 几百年下来 这些卡莱姆人 在特拉凯就建立了 属于他们的家园 无论是语言 饮食文化 都承携着祖先 所留下来的传统西柱 包括了街上 整齐画意的房屋 所以在这 你说他也没有历史 他的历史不得了 他的历史在之前 打下来的时候 还把这个人物 都带来这边 这也就是非常有名的 谁 卡莱姆人 而卡莱姆 他也做出了 非常有名的 这一种 馅饼 土耳其馅饼 在这附近 其实在我吃起来 就是 很像你知道 你去土耳其 常常会吃到一种 烤的馅饼 里面是包牛肉的 有点咖喱味道 在这里也吃得到 那你知道 这个欧洲的食物 精彩得不多 那种土耳其 就变成当地的美食 所以这座城堡的 完完全全 附近看到的东西很多 这个城堡也是我们这几次以来 这个叫什么 还是比较长的 这个特达凯 吾中城堡 就在这里 这座小城 完全建在 还有小岛上 用了木桥 跟岸边的连接 道道地地 名附其实的 湖中城堡 附在水面上的宝石 今天可能是因为 我们时间上的关系 所以在拉行程当中 反而可能在 特达凯的水中古堡 留了比较长的时间 冬季旅游 当然拥有一定的日照时间 可能会比较快天黑 但相信我 冬季有冬季旅游的美感 冬季有冬季旅游的舒服 冬季有冬季的氛围 很多人常去欧洲 会看到欧洲到处都充满了人潮 团子和泪人 虽然它的日照时间非常长 但到了夏季 欧洲人喜欢太阳 太阳之大 虽然不热 但也让很多人吃不消 所以如果说今天 你在冬天来到的 欧洲的时候 虽然日照时间短 虽然带来点阴天 但也不是天天都阴天 我却觉得 它这种 没有太多人潮的感觉 更接近以前欧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笔罗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